張理事長 吳理事長 各位貴賓 來自全球各地 來自兩岸 所有的智慧教育 教育的領導 大家早安 大家上午好 剛剛 大家聽了一堂智慧課堂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 這個主持人說是穿越時空 那你們有沒有覺得老師跟學生有心靈相通啊 所以我們是不是來一下 我說智慧教育穿越時空 大家要拿起你的右手 心靈相通好不好 好 智慧教育穿越時空 心靈相通 謝謝大家 我是POWER 很高興 接下來我有兩段 雖然只有三十幾分鐘 但是我有兩段 第一段呢 要來進行傳統評課 那平課之前呢 跟大家講一個故事啊 各位看 一百零事業 剛剛 這些學生呢 就是在四百三十三公里外 屏東縣 高速鄉 那為什麼特別找到高速鄉呢 就是POWER 從小長大的故鄉 要讀書的時候 就是讀在這個 偏鄉的小中學 高泰國中 今天我們用科技 把大家連結在一起 好 所以 覺得非常興奮 非常振奮 在 怎麼偏遠的地方 都可以把大家連結在一起 然後穿越時空 心靈相通 那我們的老師 就可以連結到 任何一個地方 希望我們全球 明年可以全球 一起上一堂課 那麼 我們在點評的時候 各位 手上應該還沒有拿到 我們 這個剛剛上課的 叫什麼名字 許大偉老師 他是北新國小 小學老師 他們的校長也在這裡 曾秀珠曾校長 他下午會 分享他們 整個學校的 這個智慧學校的發展 那為什麼我要提這個呢 這個點評這個課啊 事實上我現在就要開始點評 是傳統點評 等一下我要來談科技點評 那傳統點評呢 大概就是只能說 就我們現在的課呢 就是剛剛 許老師的課呢 基本符合智慧教育 這個智慧課堂 我們有講到 九個元素 叫三洞 三金 三世 目前為止不知道 三洞三金三世的請舉手 沒有人舉手 那我應該到過了問 你知道三洞三金三世的請舉手 也沒有什麼人舉手 這個就是我們傳統的課展就是這樣 只有在什麼時候大家會舉手你知道嗎 請大家舉手 這樣你還是不理我嗎 好這個 剛剛許老師的課 就是生動 生動 互動 主動 這個叫三洞 我相信各位已經看到了 就算是在四百公里外 這樣的課堂也是生動 互動 主動 那麼 第二個 三金是什麼 精確 精致 精進 剛剛的課堂 各位有沒有發現 許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他隨時去掌握學生聽懂了沒有 那他用什麼方法 他用了兩個方法 一個是請學生投票 有沒有發現他問了三個問題還是四個問題 他問了三個四個問題啊 第一個問題有一個學生說答案錯了是吧 後面的問題就全部對了 各位有沒有發現老師已經精確掌握學生聽懂了 每個學生都回答了 精確 因此呢 這個老師呢就可以比較精緻的來往下 教學的進度啊可以比較快 可以比較有效能叫精致 那麼剛剛的資料呢是記錄起來的 所以叫精進 他可以不斷的反思他的課堂的內容 那麼我想要再說的是第三個部分叫 三式 三動三金三式 視性視量事實 剛剛許老師有一段有視性指導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所有的組別裡面 只有第六組 錯的比較多 對的比較少 其他都全對了 因此他對這 前面五組 跟第六組的處理方式呢 是不太一樣的 至少他做到 在程序上面的英才師教的 讓他程序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說這個 徐大偉老師的課呢 是三動三金三式的課堂 各位同意嗎 同意 三二一 欸你看這個叫心靈相通 好 那麼我們再把評課再稍微往前進一點點 像這樣來點評呢 你會 每個人的思想會不一樣 那我們應該要提煉這個智慧教育 要再往前進進一點點 是不是把我的PPT把它調出來 各位看一下 下一頁 如果你把你的課 把它分成三段來評 可能大家就可以聚焦了 我來評我的教材 像剛剛 徐老師的教材 真的是 非常專業的 有編序的 很有邏輯的 就是應該要把教材來說一說 評課 應該再來說一說 他用了哪些教學方法 再來說一說 這個技術 運用哪些來發揮的方法 和內容的價值啊 所以我們在評的時候 這個是徐老師 這個 這個上一頁下一頁我都還按錯了 好下一頁是這個 所以如果能夠在評課跟說課的時候 可以把教材 來 他的規律是什麼 那他的教法 這個是徐老師 發明的武學教學模式 我們稱為智慧模式 武學教學模式 這個我就不展開來了 然後他結合了科技的策略 科技用的決策掌握刺激 那大家一起來讀一下 他的決策的重點是什麼 掌握的重點是什麼 掌握的重點是什麼 刺激什麼 大家表現得太好了 那麼我在說課跟評課的時候 如果把這個三個環節叫TPC 這是國際上面大家主流的教學的 把教材 這個方法和技術三個解析出來 說課跟評課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的精進的速度會更快一點點 好 因為我們的時間有限 那最後一頁呢 這個評課的最後一頁 我們希望在智慧的課堂裡面 能夠把這件事情做好 就是你的課堂必須是有效互動 什麼是有效互動呢 要讓學生真的學會 要讓學生真的學會 所以課堂是要互動 有效互動有三個重要的環節 要提出好的問題 讓提問有效 要讓你的數據採集啊 要有效 要你經過 要了解技術的應用 要把數據採用 數據有效數據 那有了這些數據以後 像剛剛徐老師 就非常重視這個數據 他一看第六組不行 比較弱 所以要有有效的決策 那因此 當你有了技術的支持 智慧教育的支持系統 那你就要讓這個有效數據 發揮到極大的作用 那因此又要反思 你的提問是不是有善用這個有效數據啊 我叫什麼名字 這樣的提問 就記起來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 他就採集不到你的數據 所以有效提問 有效數據 有效決策 就會善用到技術的應用 那他會變成是一個完整的壁環 這叫有效互動 OK 這一段呢 點評我已經點完 我接下來要用科技點評 來跟大家報告我們 累積多年的經驗 那是不是把我切換到第二個PPT來 先給一點掌聲吧 掌聲是要來的 好 好 這個畫面對嗎 現在這個PPT呢 呃 有兩個PPT 畫面 我希望中英文都有喔 來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是不是 這邊是中文 好 那麼就用英文 那是不是兩個交換一下 因為等一下會視頻會在這裡 好 可以了嗎 好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剛剛提到 用了 傳統的點評 接著我稍微把它變成TCP來點評 我相信它中間還會有很多的落差 好 因此我們希望用 課堂教學行為數據分析的系統 來 做點評 好 來做點評 那麼 我們大家都知道大數據 在座 有聽過大數據的舉手 非常棒 有用過教育大數據的舉手 喔 領導有喔 領導 課堂 課堂有用到數據的舉手 好 謝謝大家 大數據這個是每個人都在想像的事情 我相信我們每天有了 技術以後 科技以後 數據就變成非常重要 但是 課堂的行為的數據要怎麼採集呢 課堂的數據 教育學的大數據應該長什麼樣子 各位如果上網去搜一下 都會知道 大家都是在打高空 都在想像的數據 這個跟課堂教學行為的數據 我們也每天在想 所以這邊畫了一個大 每天都在想 我們有很多的博士團隊 梁博士 古博士 王博士 每天在想 這個事情 想了十幾二十年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把它想出來 做出來 就是說 教育學的大數據呢 我們把它分成四類 就很抱歉 今天的論文呢 今天還沒有發給大家 我們會發在網站上 把這一篇論文 讓全世界 研究 教學大數據的 專家們 都可以來分享這個思想 所以今天還沒有 PO在網站上 這篇論文呢 會全球公佈 好 這個教學 行為呢 我們就簡稱為 這個 TB好了 這個 Teaching Behavior TB 那再來就是有學習的行為 我們簡稱為LB 再來就是有學習的活動 叫做LA 叫做Learning Activity 再來教學活動 老師上課 他會有活動 叫做教學的 活動 叫TA 我們把大數據 從提摩多人觀點 把大數據 分成這四類 這四類 那教學行為 有哪些行為呢 好 如果 我們現場的教育專家 都知道 教學行為會有 講式演示 會有 這個 提問引導 會有評價 會有身本行為 這個數據 那學生呢 可能會有發表 操作討論 舉手 會有的動作 所以各位看 我們在評課的時候 就會常常會 會請學生舉手 然後數一數總共多少人舉手 像我剛剛在數 就數不出來 他會有很多的行為 提問 學生有回答 他會有很多的行為 那我們 學習的活動 會有剛剛有推送 遞交 投票 互動 他會有非常多的數據 那教學的 這個活動 老師也 電子筆記 很多的操作 加分 計分 這些是老師的 教學活動 那麼這些數據呢 像剛剛許大偉老師的 電子筆記 全部要被記錄起來 還有全部電子筆記 那這些 把教育學的大數據呢 把它 呃 分成這大 這個四 這個四類 那我現在的重點 也是要談 教學行為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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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提到教學行為數據呢 我們要有所本來 認識一下 研究 這個教學行為數據 有誰呢 第一個介紹一下 叫做 Flanders 叫費蘭德斯 他叫 Fias 互動分析系統 1970年 離現在也有40幾年了 來 認識這位 教授的 請舉手 來 請站起來 只有一位站 願意站 來 請站 好 所以我這邊是多講的 這個分析系統的這位教授呢 好 簡單介紹一下 他把課堂的行為呢 把他老師 老師的 老師說的 學生說的 還有 沒說話的時候 分成三類 那把他分成十種 數據 那 這個十種數據呢 他要變成是一個數據模型啊 那 你在聽課的時候 就要去點 他是從1 跳到2 2跳到3 這個模式啊 他就要用這個 很複雜的數據結構 要去圈圈叉叉 去弄 弄出最好 最好是形成一個閉環 來觀察這一堂課的 課堂的行為 那為什麼大家剛剛都沒有舉手呢 看起來太複雜了 沒有人學這一招 對不對 是不是 只有在唸博士跟碩士的時候會用 那 這個思想好不好 非常好 但是 他缺了技術支持 因此 非常辛苦 那麼到了1979年 這個是 來 叫ST授課分析 有聽過這個的 請舉手 漸漸的大家知道 叫這個 藤田廣一 幾本 音夫 他們是 慶應大學的教授啊 他們是資工的專家 但是他們也研究了教學的行為 1979年 那他這個ST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他的圖表就類似像這樣 一看這個圖啊 我們教育專家一看就懂了 來 各位看這個表就好了 一看 這張圖就知道 這個老師 都在說 學生都沒有在理我 一看這張圖呢 老師都很懶 沒有說都學生在做 生本啊 不是很懶啊 是 這個學生中心 看這個是師生互動 師生互動 每一個 這個是指導型的 教一教 他要實做 教一教要實做 所以用這個圖一看 這個課檔的行為就是 這兩位教授 在1979年 那 有人用這種方式來呈現 也有人用這種方式來聽歌的呈現 有講述型 學習型 還有這個 混合型 這個是對話式 大概 這有兩種呈現的方式 這個是 這個是 在1979年就研究了 那 也有 學校去實踐這樣的方式 那他都要花很多的時間 花很大的力氣 總而言之 就要用人工來評 再看 2012年 各位有沒有聽過一個系統 叫靠譜 有位 首 首都師範大學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 王璐教授 那 如果去 今年五月有去參加過 兩岸智慧好課堂的 評課的 老師們 校長們就有 被這個評課震撼到了 王璐教授 他把課堂行為更 直觀的 呈現出來 像這張圖 我覺得非常震撼的是 這次智慧好課堂 跟浙江省的民師的常模作比對 就是浙江省 一千位老師的 行為狀態 是這樣的 藍色的 那麼在現場 老師的 這個講課 是這樣的 現場要有五位專家 現場 去幫他評他的行為 產出 他所有的 分析報告 就是 呃 非常有效 但是要投入 投入大量的人力的 行為分析 那因此呢 基於前面三點 出現了提摩多 智慧課堂知識系統 來 做分析 是不是給一點掌聲啊 好 那麼大家一定很想看 到底 所以我上面的標題叫 傳承創新 教育 永遠是傳承比創新還重要 而不是為了改變還改變 為了翻轉還翻轉 他百年名校 就是比你們十年的好一點 對不對 那你如果沒有傳承 那就創新比較厲害了 所以這個傳承和創新 他要有所本的把它連結在一起 好 自動 採收 各位我的動詞是什麼 自動採收 教育學大數據的知識系統 好 順便介紹一下這個系統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 剛好他的翻譯成中文叫 提摩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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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福觀點 觀摩學習 希望種子 今天各位都會拿到一顆 提摩豆 回去要種下去 好 提摩豆 那來介紹一下這個知識系統 怎麼做這個事情呢 採收的服務架構 所以既然要採收這個數據 那就要架構了 這個架構應該長什麼樣子呢 哇 那就複雜了 好 那我簡單跟單 很複雜 單 拍照 合照一張 各位不要小看這張 我跟我們的博士團隊至少半打人 這個 研討了數年 梁博士每次跟我報告 這個應該長什麼樣子 不知道改了多少次 應該畫成什麼樣子 介紹大家 我們在整個平台上面有一個IES 學習平台 這個是原來有的 然後 會有 這個 整個學區的 人人通的平台 那麼會多了一個教學 現在就多了這個平台 叫做教學行為數據採集 這邊有一個圖 叫做AI引擎 因為有些 今天報告搞不好還有競爭對手 所以有些商業機面還不能講太清楚 這個AI引擎 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念碩士博士的時候 這個 我們專門研究這個引擎 像王博士是專門引擎 怎麼訓練 要用這個 這個類神經網路 AI引擎要挖掘 但是今天 這一段呢只能告訴你 這邊有一個盒子 會負責分析這個事情 好所以 這是天上的 天上 好 那麼 在 就像我們在這個客廳一樣 一個教室裡面上課以外 那你可能教室裡面 大家比較熟悉的叫做 HighTeach Teach 就是我們研發的系統 叫HighTeach 這個 這個 教室的教學系統 那它可能有很多的方式 那這個HighTeach 它會自動收集 儲存系統 那這個系統要靠什麼 要蘇格拉底 行為數據的自動分析核心 做一個核心來幫你 課堂 只要啟動HighTeach 就會幫你分析 只要你啟動HighTeach 就會幫你分析 好 那麼 當我在異課的時候 它會有蘇格拉底的分析面板 跟蘇格拉底的APP 這個面板呢 是給現場聽歌看的 今天我還沒架設出來 如果我這邊有兩個螢幕 來觀察這堂課的行為是生成的 那麼 這個蘇格拉底是給誰用的呢 比如說給我們的教育大師啊 他在那邊一邊評 一邊可以告訴他這一段應該是什麼 所以輔助數據的不足 半自動 大概架構是這樣 那這個這樣的架構呢 比如說 像剛剛提到的靠譜也好 Fiat也好 他們要做分析的時候 可以作為他們的支持系統 就是作為教研員 教授 他們要在紀錄課堂的時候 只要再花30%的力氣 就可以做好這個分析 大概架構是這樣 好 那我們採收哪些數據呢 那我把它這個跟大家報告 今天先跟大家報告六種數據 就是你一邊上課的時候 它會自動採收的第一個是主導趨勢數據 像這個各位看懂了這個叫什麼 師生互動 模式 對不對 師生互動 再來會有一個有效互動 剛剛不是有效數據嗎 有效互動 你會有給你一個報告或者一表 現在到底有沒有有效互動 有沒有有效互動 每一組的狀態是什麼 第二個報告 第三個叫做工具行為 像剛剛徐老師 他就用了很多的工具 推送 遞交 投票 他會有每一種狀態 生成工具使用行為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老師 一個學校如果100個老師 我可以了解每個老師 使用工具的特性行為 也會知道這個數據行為 這是我們的每一個老師的教學特徵 他不見得是代表好和壞 但是絕對是特徵 他特徵是這樣 第四個叫做 方法應用數據 這個是我們專家最想知道的 你這堂課到底有沒有全班互動 有沒有小組學習 有沒有個人學習 有沒有全班測驗 是不是都是老師在講 給你一個分析 第四個方法 這1 2 3 4是 基本自動產生 自動產生 第五個叫提問標記數據 這個就是專家的標記 你在提問的時候 要把事實性 因果性 關鍵性 延伸性 專家再由專家的方式 半自動把它輔助 拿App直接填進去 也就是說大部分是自動的 那少部分需要專家 因為他這個引擎還是有時候 像導航系統也會導錯一樣 但是現在也蠻準的 結合起來這第五種 這個叫提問標記數據 第六個叫回應標記數據 好 學生的 這個老師的回應 學生的回應 標記起來 好 這個是大概 我們採收的這六種數據 它會 大幅的提升我們老師 了解自己課堂型態的 一個重要的工具 看到這六個表 是不是給一點掌聲呢 好 那我們就來實際 總結起來呢 剛剛提到我們先公佈這六種數據 其他要點點點 不能再說 剛剛就故意要關起來 讓大家看不到 好 那我們就怎麼樣加速 教師專業成長呢 怎麼加速 那你就要把這樣的服務系統 來應用模式把它發展出來 那我們把它發展出來 大概有三種模式 第一個叫做自主模式 自己練功 自主模式 教師自主專業成長 你每一堂課都會收集自己的數據 然後你可以了解你的特性 你說你很互動 但是一平出來 圖都是趴在地上 怎麼樣 就是你都像你自己在講嘛 所以這個自主模式 第二個叫異課模式 我們稱為智慧型異課廳 那它這個整個 只要我們異課的時候 要用技術來支撐 而不是只有靠我們人工來異課 第三個叫做學區模式 學區模式 整個學區我要了解我們的 像今天我們有學區來的 深圳市的平山區 他整個他要了解我們的狀態 他可以用這個模式 來了解我們學校老師的 不是只有學校而已 全區的老師到底 是不是有 有這個數據 研討的這個 這個 檢討的空間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 模式 剛剛提到這三朵雲 各位就認識了 那模式呢 就很簡單 就像這樣 只要你用 技術 上課的時候 數據就會收集 下課的時候 就會給你這個報告 這樣 要了解意思嗎 上課的時候 就收集 下課就給你這個報告 上了十字 就會有十個報告 來看一段視頻 大家可以比較理解 所以上課的時候 是沒有分 是沒有分析的是 上課是隱藏的幫你分析 那我們幫我播一段視頻好嗎 來播一下 這是網語老師的語文課 一個 智慧教師 誒 看得到嗎 他會 幫你記錄 所有的 過程 他用了工具 那因此這些呢 不用人工做的事 自動產生 電腦自動產生成了 你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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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會改變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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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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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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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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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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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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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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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手機上的APP 來 聽這檔課 雖然你數據記的怎麼樣 我現在不管你 我現在專家覺得這裡是沒效的 這裡是很重要的 這個提問是很有 很有這個方法的 老師可以在那邊按啊點啊 決定啊 標記 這個架構大家大概應該懂了 各位專家 那我們就以梁仁凱博士站起來一下 他也是TBL教學專家 他的示範課在北京的示範課 這個課我們這個 把他記錄下來 應該展現成什麼樣子 我們來 那因為這個儀表板呢比較複雜 各位專家也是第一次看 我不相信你們第一次上 駕駛艙會開飛機 有沒有人是這樣子的 那我來介紹一下這個駕駛艙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你在聽課的時候 這個是畫面 然後會有儀表 儀表 那這兩個 這四個儀表是自動生成的 再拍一張照片 好 那這兩個儀表 就是專家的意見 專家來 你這個是 標記 你可以按一下 這裡是這樣 這裡 你可以輸入 在 平板上面 好 所以這個儀表板我們現在看懂了 我們就來看一段 視頻 視頻 好播一下 來 好他會 謝謝挑人 好他會有儀表板 他會 他會有儀表 等一下 我跟你講 其實上座就有意思了 不要 不要走到 我沒有跟你靠路 我告訴你你講的 因為 搭球 這個儀表 你們可以跟搭球 如果 看 你知道 prze 你啦 好 這個時候提問 那老師呢可以在上面 專家在上面標記 他也會記錄上來 平板 怎麼會delay的樣子 沒關係 大家忍耐一下 現在開始丟 丟的時候要記錄的跡象 這幾多早正晚幾次報告的故事 好 第一分鐘開始 好 這兩個提問的標題就是專家輸進來了 這兩個提問的標題就是專家輸進來了 好 我想這個這樣的一客廳的模式呢 大家應該心裡有底了 我們就播到這裡就好了 播到這裡就好了 因為大家等著要tea time 那個咖啡都準備好了 剛剛看完那一個應該要花 上一堂課就是40分鐘50分鐘嘛 中學 上完課就給你自動加半自動生成的 課堂教學行為數據分析報告 1 2 1 2 3 4 這兩個就是專在一客廳加入生成的 所有的1 2 3 4 再來拍一張照片 這個時候我都非常震奮發展成這個樣子 好 再來就是學區教研模式 這個簡單跟大家報告 有了這樣的數據 相信各位領導心裡都想很多了 不需要我說你就可以想很多了 你可以有常磨穿造 可以來研究智慧課堂 可以來制定教育政策 還可以點點點 也就是說有了一個智慧學區 他能夠當然智慧學校也是可以是這個模式 好 這個就不展開來了 這個power也做在這個照片上面了 這個遇到好老師啊 這個是我們大陸的領導人這個講的話 遇到好老師是孩子一生的幸運 那加速教師專業成長就會有怎麼樣 更多的好老師 我希望邀請大家一起提煉改變世界的力量 智慧教育穿越時空 智慧相當 再來一次智慧 智慧教育穿越時空 智慧相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Laur朗 謝謝 姆你 謝謝 上次